江少爷 恐怕你还得去药房 跟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多做一些滑路来 越多越好 好 我这就去 二位 请看一下 二位 请看看 武林盟主江青柳要挑战薄爷锦刑 薄爷锦刑这个杀人如环的大卧手抓到了 没抓到 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 本人江青柳将于三日之后 在韩阴谷挑战薄爷锦刑 欢迎江湖亲友前来观看 这什么鬼啊 我什么时候发过这样的告示 可是江湖上 还有谁敢用您的名号去造谣啊 少爷 又怎么了 少夫人 薄爷锦刑回来告示 他说他接受你的挑战 你真的想好了 明天的胭脂丸还够吗 胭脂丸 我 苦莲子 你给我笑一个 真丑 现在胭脂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不就是跟小娃娃比个五吗 有什么可考虑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保重吧 放心 命大 死不了 没有什么可怕 有什么可怕 虽然是 大 有什么可怕 有什么可怕